侯镇的徒弟 顶门大帝子里冠军海赤了 我送走一个祖宗迎来一火爹是吗 大罐是演员的盼蓝 你把饭碗砸了 冬立场 我们俩就把大罐撕了 这把怀祖皇婆坐呀 你看他撕这个洞就 我说你扯一试试 你给我真扯 我没带着第20大罐 是不是他让我扯的 是 3月22日关九海庄子剑迎来了搭档后的首次演出 第一次合作就手撕大挂 属实出乎了观众的预料 虽然是为了演出效果 但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惊喜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关九海这是补完文化课 开始补体育了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不愧是侯老师的大徒弟 气势上一点都不输师傅侯震 师傅赶在后台玩手机 徒弟在舞台上手撕搭档大挂 虽然是第一次合作演出 看得出来 两人虽然都有些许的紧张 但也为大家带来了许多出其不意的包袱 演出效果也是非常的炸裂 特别是两人在舞台上 拿得云社大师兄的杂卦 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你是你师傅门唯一的一个大徒弟 你早晚能借过你师傅的方向盘啊 不是我是唯一的大徒弟 我唯一的大 你们门人多 你们门他们有大徒弟吗 你说话说你穿上废话 我们门没大徒弟 现在我们门徒弟多 我们锅门好几百个徒弟呢 好几百徒弟你上东方市上拍子去 全我实力 你怎么还是吃鸡门呢 你以后我火了以后 你就直接被抓坏了就知道了吗 你火不了了 我住你的火罵都烧不透 你那人呢你火不了了 你呢你呢 以后没火了 你就直接你的自尊功课到到到到 手撕大挂 出其不意的包袱 让大家在得云社体会到了快乐 关九海和庄子健也慢慢的找到了属于两人的演出方式 看得出来 两人都在努力的为大家带来快乐 也让粉丝们放心 分开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看细节看细节 豆腐 太贵了 豆腐炸 豆奶 是没有一个演员说豆奶的 豆腐 你是被撑着 了 帮你上看吗 豆腐炉 豆腐炉 豆奶 多精bern 唉 看完 咱都喝了 你怎么走 豆奶 不行 豆腐炉不行 你说奶豆腐 废话 就像张赫伦在直播时说的那样 两个人在一起合作时间久了 就会出现创作瓶颈 如果不换搭档的话 两人一直这样下去 就会耽误两人的发展 换搭档是更好的选择 就像当时的老秦和酒香一样 老秦因为要出去工作 而酒香需要赚钱养家 所以没有办法 只能分开重新找寻新的搭档 其实在我们内部来讲 换搭档就不是一个什么多大的事 因为经常等 经常换 但是如果说这一顿 这一顿有明气 就被大家熟悉了 非常熟悉 比如说又已经朋友三月 不过两个人现在说不搭了 也就是一个大神 我录这种搭档 说的好直白 就也比较简单 但我说话也比较直 当时怎么说的 要说这个简单 就是我说不可能之后 刺痛心不会特别的在下人那边 因为一走可能要走很久 这段期间我不在 那可能有些演出你就演不了 你演不了 那你要不要挣钱 真的要真的会存在这些问题 其实这样比较好一点 不然你有多时候经常不在 反而耽误他 对对吧 那就正好你看我找到了 我因为这是我找到了一个 找到又不是挣钱的 我爱挣钱的 对他肯定还个懒呢 分开之后 两人的演出道路也越来越好 秦潇贤的名气也提升了一个台阶 酒香还是兢兢业业的坚守在小剧场 赢得了许多粉丝的喜爱 如今更是跟德云社一姐合作 不少网友都称 酒香在台上哄完傻儿子 现在又开始红女儿了 你是老板 我啊 我在天津商务大学走呗 商务大学 你太容易知道了吧 天津商务大学 那是一个最少好的学校 与南海并列 很好 就是 南海商务大学 天津商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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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要监 Everest 这个露馆 而且还有鞋基本辰 High 哈 艾弹 desktop 周玲盒人 三挑你屯啊 裙子套裤子 四挑你屯啊 这狗穿的 五挑你屯啊 五招本 那是手套吧 你不是这样说话吗 配话有五招本裤子吗 前面穿俩后搭搭搭 万一有撒尾巴呢 谁有撒尾巴呀 九尾巴 就像九海说的那样 各自开花各有繁华 既然不能一路相伴那就顶峰相见 期望未来的九海和肖白都越来越好 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